心情就是還蠻 蠻開心的啦 一切都會 就是現在結束了嘛 那就是盡力的去做好之後 可能事業上面 或是照顧家庭上面的一些事情 拍戲的比賽嗎 拍戲嗎 去年有一部 已經有拍了一部電影 是一個客串的角色啦 然後也還沒上 食譜上面的 肉屁股之類的 呃 如果訓練好的話沒問題 讓我看看 江紅傑戰勝福媛愛小先生 排戲不怕達翅肚肉屁股 這將來是 嬌姜可 dome加助 孩子育得來聘養 桌球男生江紅傑和福媛愛 結束五年婚姻 跨國離婚官司就達了近三年 日千綱達成和解 今天是她勝訴後手露面 和木木一起出席代言活動 受到很多人的關係 當然啊 當然 謝謝大家 這段時間的幫助啦 也支持 那也謝謝自己一直就是 可以堅持下去努力 謝謝大家 從這個事情到大城河 這個過程都花了多久時間 這個部分我就不方便透露了啦 如果時間點要差的話 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就是今天就不講這個了 對於運動員來說 停在原地就是沒有進步啊 那我就用這個的心情 來去應接之後的挑戰 堂是一些以前沒嘗試的 開始現在也是在學習一些表演課 就是把自己拍的比較忙一些些 就可以增進自己 拍戲的機會嗎? 拍戲嗎? 去年有一部已經有拍了一部電影 是一個客串的角色啦 然後也還沒上 然後也還沒上 練好的話沒問題 而選秀節目原始少年二集將開拍 擔任主持肌軟性學姐的默默 也給學弟們加油打氣 我覺得目前台灣的偶像產業戀 好像真的有做出 蠻讓人感動的成績 但是因為自己還是知道 他們還是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都可以多多支持 怎麼了?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原始少年有年齡限制嗎? 他已經是原始終年了 原始終年了 就是因為我今天在等待的時候 有跟小潔 就是今天我的假爸爸一起 有跳了那個最近非常紅的Rose 就是冰棒棒 下面很多留言都是感覺很像 小潔看起來很像被逼的 但是我這邊一定要澄清 是小潔找我跳的 而且我們只練一次 可是因為那動作就只有這樣子 我怕會不會有一點點小單調 他就說不然那個你在教我跳其他的 結果他竟然覺得太簡單 我就看著他說 你是看不起我嗎? 對 沒有啊 很帥 我會知道冰棒棒也是因為 小孩教我 我也想把這段影片回去給他看